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最后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感觉不怎么悲剧啊 你不懂 悲剧才要开始 在那之后我继续参加甜蜗卷抽大奖活动 结果一醒来后发现 我的信箱被塞爆了 全都是一堆色情广告公司广告垃圾系列 手机都是垃圾简讯 怎么删都删不完 诈骗电话还不剩其劳 大拇指都抽筋了 后来我还收到一堆付费包裹 但是更糟糕的是 有一堆声称在各大骄傲 网站跟我谈得来的网友跑来找我 最离谱的是 有人拿我的资料去报名的很多活动 减肥十周疗程 万人七宝马拉松 欢导单车车队 鹅乱比海调 白沙万冲浪课程 埃及七日自由行 野外求生训练营 还有世界机关之 高空弹跳 幸运的是 医生说我只需要住院六个月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非常听你感到难过 我们能够理解你因为 个人知道疏于保护而招惹了相当多的麻烦 我不太懂你之后 为什么要参加这么多的恶作剧活动呢 好 所以 我们请下今对观众们宣导一下 个人资料保护的小技巧 不要轻易泄露个人资料 详细月图网络期月内容 调语网站要注意不要受骗 定期扫图保护你的个人资料 抽奖网站都是 骗人 不要填写个资 不要用网络最好 不要用电脑 不要用科技 与其受骗不如回顾原始 大家都脱光 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 什么像车美人根本都是假的 全世界都是假的 谢谢你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将装访自然天后安心哑 呃 千万不要错过哦 Check it to